五指山舰是我国海军先进的船物登陆舰 具有强大的运载和续航能力 五指山舰能装载数十辆坦克和气电艇 在不进行补给的情况下 也可单次绕行地球半圈 而茶干湖舰作为远洋补给舰 主要担负着五指山舰的物资补给任务 刚刚起航 海上运输编队就遭遇了寒潮引起的恶劣海况 特别是移动板坊还是双层叠放的 如果固定不好 上面的砸下来 就可能把下面的物资也砸坏 由于物资种类繁多 若因海浪造成疑问 不仅会在舱室内互相碰撞造成损坏 还会给盗岸卸载带来一系列的麻烦 在连续航行5200多海里 冲破重重障碍之后 航家当地时间2月15日上午10点 海军五指山舰和茶干湖舰 终于载着救援物资 成功抵达航家奴护阿鲁巴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